那我們就接著 剛剛已經有提到這個第一種禍亂是現身說法 那這個當然也有時候會不容易分辨 不過因為我們本論這邊所說的休止是一的所謂真如真昧 所以一切境界實際上都要用這個所謂正念去潛逐它 然後第二類是得通其變 那就可能用它們的加實力 邪魔的加實力可以讓人知道過去是 就是宿命通或是天眼通或他心通 那這個實際上是很容易來迷惑我們一般的人 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 就會覺得這是因為對於這種非人的人力 我們總是覺得抱以羨慕或是一種崇拜的心態 那除了神天可以知道過去未來現在這種神通之外 還可以變才無礙為人說法 那變才無礙為人說法為什麼會是一種 禍亂的事情或是迷惑的事情 那因為呢 主要是修行者本身不知道這是屬於邪魔的禍亂 所以他正為自己得了神通 得了所謂的變才無礙 而且呢 而且呢 這樣子的人力呢 會吸引人來歸信 乃至受到他人的禮敬供養這些等等 那這些會讓我們迷失本心 或者是忘記我們本來是要為了一切忠誠而修學 就成立這樣子的明文立揚 那心不清靜 他所修實際上也沒辦法跟真如相義 沒有所謂的真實功德 那在柱角的771 這邊 大致度論裡面就提到了 那我們上次有提過 在波爾金的模式 比有很多種模式 這個有興趣呢 大家也可以看 那在瓜佛2 就是智論對上面這段文的解釋 他就有說 就有個討論 就是說 熱說變 不急聲 就是說 想要為眾生說法 就熱說嘛 想說就說 而且說的內容又符合眾生的需要 沒辦法馬上升起來 這應該就是模式 不急聲 想要說 沒有話說 還是沒辦法講 這是什麼模式 那現在熱說變 就是這個熱說無礙 就是 促起 有樣子突然就升起 那為什麼會是模式 我們想說沒辦法說 那現在想說就可以說 那為什麼會是模式 這邊就回答了 是因為這個法師 就是這個修行者 他是愛法 佐法 求好的名聲 那 除了這之外 他就是他心 他的動機不純 除了這之外 自義說法 自義就是隨他的心意說法 樂說 無有義理 等於說他所說的 似乎沒有辦法幫助到眾生 或者他所說的就是世俗的 沒有真的有辦法引導眾生修行 或是降服煩惱的 所以呢 這個所謂 想說可以馬上說是一種模式 所以第一個是心態要純正 動機要明確 就是動機不純的話 動機不純的話 或者是有 雜有不善的想法 實際上都是不好的 所以雖然 感覺上得神通 或是德之所變才無外 好事 實際上他也是一種 迷惑眾生 或是讓我們眾生忘記本心 忘記自己修行的目的的 一種情況 第三個是起禍造業 那也因這樣的外在的禍亂 使人呢 所稱所喜 一下子高興一下子生氣 就喜怒無常 沒有一個標準 這是一種情況 另外的就是過分的多慈愛 就是很想去幫助眾生 所以呢 沒有衡量自己 自己的能力 就去全心全意去幫助眾生 有些人也是 幫助眾生到 家人都不太諒解 還是他親本好友都不太諒解 實際上 有時候也要適當的 關懷他人 實際上 家人也要適當的關懷 不管你這輩子 或者是 當下好像彼此間有 相處的不愉快 可是也要事後 或是 想盡辦法的去改變這種 所謂的不愉快的情況 因為你沒有改變 那個親人就變成仇人 所以就原親在主 實際上 都是跟我們交往密切的人 才會變成我們仇人 所以一般的跟我們不相干的人 完全不認識人 基本上也不會成我們仇人 所以 佛教講的冤情無定 或者我們在佛教的法位上 有超 救度或是超法 所謂的冤心在主 所以為什麼講冤心在主 基本上就是跟我們產生密切關係的這些人 所以 這輩子雖然 就是處理的不好 這個 這個因緣會延續 將來有機會要幫助他 或者引導他來修行 他可能也不會接受 所以 雖然 有一般的說法 就是說 這個要幫助或救度眾生 有時候 家人是最難救度或是改變的 單單一種信仰就是如此 當然也不是說要強制去規範 或是去讓他改變信仰 不過至少在相處上 彼此都是要和和安樂 這並不是在生團才要和安樂 家庭也是要如此 所以這邊的所謂多詞 那就是沒有考慮自己的人力 一心一意去幫助人 或者想要幫助人 就會相連流淚 相連就是什麼 同情 那這個已經過分了 那我們失去理智 那我們也不自覺 自己不自覺就會流眼淚 這不是真的慈悲了 或者是佛教講的大悲 我們講佛教的 或是大盛大悲慈悲 基本上就是要跟空波爾相應 這個才叫 有辦法達到所謂的無緣大慈同理大悲 如果我們在這之前 這個所謂的慈愛 有時候就是宅有這個煩惱的 我這邊所講的實際上就是如此 宅有這個所謂的煩惱 另外的情況是多睡多病 就是精神 沒有精神 那沒辦法休息 因為你身體累了就想休息 那身體生病也沒辦法 你就覺得沒辦法努力的 持續的去修行或是修善 另外一種情況是 促起就突然間很精進 勇猛精進 可是沒有幾天就終止休息了 那或者就是生於不幸 多疑多慮 這些實際上都算 導致把它歸為 叫起或造業 另外呢 另外大類 就是本來是修所謂的殊聖的善情 就像我們不取向而修止 真如三昧 可是在還沒有真的成熟之前 就捨棄 就捨棄這樣的所謂真如三昧的休息 就去休息這些所謂的雜业 導致並不是說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比方見世願 拜佛放生這些賠福的功德 賠福行 不是說不要做 只是說我們在修止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要有些 適地上來說 你已經可以成就所謂真如三昧這種殊聖的行 這時候你反而去修這些 共識間的或是有漏善情 這個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那這樣就會讓我們的 這個本來擁有的真如上面就失去了 這個修止呢 必須就是要一段時間的 遠離 不能說遠離人群 至少你要少事少夜少希望住 所以就算菩薩也是如此 就是要有一段時間 並不是什麼都 好像都是要 當然理想的情況 就是要先一的幫助眾生 而降伏內心的煩惱 可是如果萬一自己的煩惱出眾到 沒辦法理智 沒有辦法正觀 沒有辦法正念 這時候事物是要先將自己的煩惱先降伏 所以老師在書上有提到 多生累劫不怕生死輪迴 除了所謂的菩提願 大悲心之外 還要的空性聖結 所以他並不是說 或者他在其他書說 從立他中完成自立 似乎好像自立在後面 可是要知道 你要先降伏出眾煩惱 就是要空性聖結 所以他不得生成定 不斷細煩惱 就是不見得要斷細煩惱 不見得要得生成定 才有辦法去立他 可是在這之前 至少要對這個空意有深刻的理解 讓我們產生強而有力 對事不會產生出眾的煩惱 這樣子才真的叫做 從立他中完成自立 所以並不是什麼都不用知道 什麼都不做 就去幫助人 那這樣幫助人 跟世間的善行有什麼差異性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這邊所講的 就是說本來我們修的這個行為 就是很好的 可以朝向出世的 不過如果又兼雜 或是兼其他的行為的話 就會讓我們本來修了這個殊聖的善行 像真如上面就會沒有消失 這反而是不應該的 好 接著呢 甚至呢 揽著世間的這些俗事 所以他就不再羞恥 所以不但對沒有做佛教的善行 連對佛教的善行也不錯 比如說剛剛所講的見識願 拜佛放生這些 反而是做世間事 這個是屬於所謂的起貨造業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是得定亂食 那一樣是用邪魔的力量 使這個修行人得諸三昧 可是實際上是少分相似 就是世事而非 他並不是真的得三昧 他只是用他的力量 讓我們覺得得三昧 那或者讓人可以一天 或者乃至七天都在定中 而且得到這個自然的美食 那得這樣的所謂的自然美食 就會身心很舒適愉快 很清安 所以好像不可不期 一般傳說就是天人送供 那這樣所謂的天上的食物 吃了就會讓人家產生貪欲 那實際上這個並不是真的 就是這種邪魔 或是魔血 他用他能力 讓修行者認為是如此 或者令這個修行者呢 吃沒有分寸 這份奋 乍多乍少 就是一下子多一下子少了 這邊舉例是這兩個人 那這個佐食跟周莊 莊周 佐食是吃起來可以一斗米 或是整隻羊 也不會吃不飽 那如果不吃的話 好多天不吃也可以 或者他顏色 一下子臉色紅潤 或者變得憔悴 實際上上面所講的 就是屬於魔血的禍亂 沒有真實的利益 那修習指呢 或是修禪定 與身體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定力的支持 也沒辦法違反這種人 人體的正常的狀況 所以長時間不吃 有可能觸定就 這個身體就敗壞了 所以呢 只要飲食不正常 顏色還有臉色不正常 都是屬於邪魔的禍亂 好 那上面所講的是 對八事 八種事情來說 實際上都是模式 所以這個修行者 應該用智慧的觀察 不要把邪當正 簡單的說 就是說 生起的這些現象 或是我們所造行為 增長我們貪稱 乃至吃的話 我們就要注意 所以所謂的智慧的觀察 就是要安住於所謂的 微心無盡的正念當中 那一這樣子 不取著外境 也不執著這個心的真實 或是這個念的真實 那不執著 不執著外境呢 就不會身體恐怖 也不會貪念 貪著這樣的外境 安住於正念 就可以遠離 那種種種的障礙 好 就回歸到那個 一開始所講的 為什麼有這些模式 實際上是 過去所修習 機具的惡業 比較多 所以它成熟 因此呢 這個也就是所謂的無上分立 不過本論所講的 就是 真乳三昧 在修習真乳三昧 就是不依一切項而修 所以就安住正念來破除 看破這些種種的境界 那所謂的模式就可以窒息 好 接著看下一頁 442頁 所以想修止息產 需要先所謂的 勤修正行 暢悔二頁 這個我們前面也有類似提過 在住腳772也有 假設可以戒行清淨 知見純正 就是善知方便 善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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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清淨善事 那得到這個修行的方法 那當然這個模式 或是干擾就會少 或者是不侵 好 在住腳的772 這有相關的 我大致上把它列出來 像第一個 這個雖然是四種根本 四方便是要升起這個 普利心的 不過再講這個第二個 人質方便 所謂的常愧回過 可以指一切惡法 另不增長 另外的 剛剛有提到 在修行信心的時候 過去有多種 中罪惡業 有這些所謂的邪魔鬼神來論 或為世間的事物所謙半 或為病苦所老 那有這麼多的 眾多的障礙 實際上要升起這個勇猛精進心 六十底拜諸佛 我誠心地唱為勸勤來自迴向菩提 這樣子可以 免除出障礙 增長障根 這個實際上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還有在瓜福寺 就是 思維悅法要也有提到 就是 這邊是要觀佛 隨佛觀 可是看不到佛像現前 這時候就要六十的唱為宣情 這些 都是跟我們這邊所講的 勤修正行有關係 勤修正行 那包含了持戒清淨 這些 乃至 就是 懺悔這些內容 好 接著是屬於 第三個 減除防外釋定 這個內容 還是在說 真如三昧 第一個先講 休息真如三昧 就是 休息的前方面 就休成熟 還是見得深廣 那第二個就是 魔外禍亂 第三個這邊所講的是 減除防外釋定 就是說這個 真如三昧 跟一般的 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文這邊 所提到的 因之外道所有三昧 皆不離見愛 我慢之心 貪著世間名利公敬故 真如三昧者 不住見相 不住得相 乃至出定義無泄慢 所有煩惱見見為薄 若諸凡乎不息此三昧法的路 如來總性 無有事處 當然這是以本論說 以修三 世間諸三 諸禪三昧 多其畏諸 依於我見 系屬三界 與外道共 若離三之士 所護 則其外道見故 好 這邊就要跟進一步的說明 真如三昧是跟一般的凡夫 還有外道的世間 共世間定是不一樣的 剛剛有提到的 就像得相似三昧 或是在七天都在定中 這些實際上是共一般宗教的三昧 因為這些都還沒有理所謂的賤愛 賤愛我慢的禍亂心 所以修習者還是圍繞在所謂的世間的明文立揚上 我們佛要講這個什麼 戒真上學 就是依著戒而修定 定真上學 依著定而生智慧 所以你這個定 如果沒辦法依著這樣定而生無肉智的話 這個定實際上並不是所謂的定真上學 只是共世間的定 所以三昧並不是佛法特有 只要能意志集中達到身心寧靜 或者是說心跟所緣合一 那種狀態實際上都是三昧 世常八定實際上是共一般的 我要為什麼特別重智慧 因為智慧才是可以解脫 一般的凡夫外道的定 它實際上都是跟這幾個煩惱相應 那老實說這幾個煩惱可以代表一些煩惱 它分類上就是賤 思想上的錯誤 像賤曲、借進曲還有邪賤 那愛是情感上的錯亂 貪愛 我慢是意志上的錯誤 可能就是高舉 高舉、慢呢 交跟慢 這邊有個高舉、傲慢、自私 就自以為是 那交慢、交慢好像這兩個詞 是可以有時候是等同 那如果你要進一步的區分呢 慢是要跟對象比 我看到一個人他比我高 所以高20公分 可是我覺得我只差差一點點 這個實際上叫悲慢 就是明明差很多 覺得差很少 所以在瑜伽式利潤 將慢又分為7種 所以慢是要跟人家做比較 才會升級 而且你的心是會高舉 提升自己 那裡面有幾種 那交是不用 交是自然而然 就覺得我比別人家優越 那有些 有些種性 什麼 的人都會有這種所謂的交 所以交跟慢如果進一步的區分 慢是要跟人家比較 就是你有比較的對象 交是不用自然而然 就覺得我跟人家 比人家優 比人家好 或者是年輕的時候 導致在書上 大聖廣武運論講義上的比喻之中 交啊 就像我們年輕氣盛 所以就覺得 自然比別人好 回過來這邊來講 定又分為3種 就是未定跟進定和無漏定 那當然這樣的說明 在不同的經論似乎是 可以有不一樣的 那不過呢 導師這邊的說明上 跟波羅相應的叫無漏定 波羅相應 所以定 波羅是無漏字的 所以他當然得的定 就是一的定 生無漏字 那這時候就叫無漏定 那能遠離一分的煩惱 有漏善心 有漏善心 它並不是無漏 無漏就是波羅的 所以這時候叫清靜的定 靜定 那以愛著為主 於定產生貪著 或呢 視定而起慢 依著這個定 或自以為 自以為修行和好 或自以為得禪定 而起這個所謂心高舉性 這個就是未定 所以 這就是由剛剛所提到的 一個是 見還有 應該說愛跟慢 那愛跟慢 也可以跟 追上那個核心 就是我見 等下會看到 所以一般的三昧是不離煩惱 跟煩惱相應 如果 跟煩惱相應一定會 貪著或貪求於世間的明文力 或是恭敬 那如果越貪求呢 慢慢的 本來的那個禪定就會退失 那沒有禪定也會說 因為過去有這個經驗嘛 也可以說 相似的那種經驗 為了就是讓這些所謂的 信眾 追隨者不會退心 接著看 真如三昧是跟一般的三昧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是不依一切的境界相 因此呢 他是不住見相 無所住而修 所以不住得相 不管看到什麼 或是得到什麼 看到什麼樣的境界 沒有得到怎樣的境界都不執著 所以他在定中是無曲無著 當然不會跟煩惱相應 那出定以後的餘事呢 就是他不會貪睡眠 不會執著於飲食上的 或是於飲食上沒有過分的要求 身心如定一樣的清安 沒有懈怠我慢 所有煩惱就慢慢的微薄 那既然這樣子 當然不會貪著名聞利 所以導致說要檢驗這個三昧的證或邪 實際上看出定之後的行為是否如常 跟一般的情況 或者我們自己可以去檢視 從本論來說 或凡夫不修這個所謂證如三昧 可以入這個如來種姓 這邊所說的就是到這個所謂發心柱 是沒有這個可能 那當然這是從本論來說 好 接著看下一頁 在445頁 在445頁 所以休息這個世間的總總三昧 會讓我們申請執著 那主要是依於我見 我見是屬於三界的煩惱 叫七楚三界 公一般的凡夫外道 那世間的禪定雖可以離一分煩惱 可是沒有斷這個所謂的我見 那我見是煩惱的根本 那所以與定會生起種種執著 是屬於三界有肉所設 就是三界的煩惱 接著就分所謂三界的煩惱 如果沒有離欲界的煩惱 就是屬於欲界細 細服 細本身也有煩惱的意思 雖然得了社界成定 欲界煩惱不起 可是還有社界煩惱 雖然社界沒有稱 我們說欲界的特色 就是散乱跟稱 所以社界沒有 有些投身到社界的天人 投身的當下 生去已經在定中了 一直在定中 雖然定中不會起欲界的煩惱 可是還有社界煩惱 所以因此叫社界系 那無色界也是如此 不管是生到最高的非想 非非想處 心力很強 或是心很微細 還是沒有設法的這種細服 基本上還是沒辦法斷 因為世間的禪定是沒有離開這個所謂的見愛翻 就是見所斷修所斷 所以事禪 事無量事無設定 這些都是屬於共一般世間的禪定 那本論所講的真如三昧才是不共世間的鎮定 那還是回外道那句話 就是要修習真如三昧是要依止善知識 那如果離開善知識的護持 又不能隨時的請教的話 可能會走錯 容易生起這個外道的見解 禪定是如此的 那這邊看到的也是有一種 其實我們在漢傳國教常有這種說法 修禪定修到後來就心智好像不太一樣 那這邊這本文就有提到 為什麼有這些禍亂 或是迷失自己內心 或是讓精神不太正常的狀況 就是沒有所謂的無上根立 如果我們還有印象的話 前面有提到 就是因為有這些所謂的無上根 就是無上根立的緣故 所以有這些禍亂 那有些禍亂我們又沒辦法正知 甚至可能就會直為實有 那有些有聽過禪師講 就是五根不平衡 容易產生這樣的性禁念定會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 總是在好像漢傳國教 常聽到就是有修禪定 或是心很專注的時候 很容易引起一些境界 可是我們對這個境界又只為實有 這時候可能就是會將自己 把就是將自己呢 限於境界當中 沒辦法跟現實生活分清楚了 認為就是看到境界以為就是 現在的情況 所以呢 有些人就會 他覺得 修行的人 就是他可能看到境界的人 他認為是真實 可是外在的人 外在的親本好友看起來 這個人就是怪怪的 所以 這邊本論就有提到一個 關鍵就是無上根立 無上根立 沒辦法去對付這些煩惱 對付這些禍亂的 這些境界 接著是屬於第四個 結佔這個三昧的利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 父是精情專心修學此三昧者 現世當得十種利益 云何為始 一者常為十方諸佛菩薩之所互念 二者不畏諸魔惡鬼所能恐怖 三者不畏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破亂 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 眾罪業障漸漸減小 微薄五者滅一切疑 諸惡絕觀 六者於如來境界性的增長 七者遠離憂悔 於生死中勇猛不確 八者其心條龍 舍於嬌慢 不畏他人所惱糾責 雖未得定 於一切死一切境界處 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 使者若得三昧不為外緣一切生意之所驚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導師的解釋 在四百四十六頁 真如三昧的利益究竟的說能隱得菩提果 那這邊可以得菩提果就是之後要修觀 那觀當然不是只是觀所謂的生命因緣 而是要觀這個真如法心 或是觀心還有念的空無自信 那今天從所謂現身所得利益說 主要專心的精勤努力的修習三昧 不管得定或是不得定 都有接下來要說的十種利益 第一個是十方諸佛菩薩所互念 因為修真如三昧 人知諸佛法界平等相 所以跟佛是相應的 這所謂的氣氛就是一部分 佛的氣氛相應 所以跟所謂的真如法身是相契合 那這樣子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 諸佛互念或諸佛現身為眾生所法 實際上它有兩個方面 就是佛一定可以現身 那眾生要有所感 那有所感就是要修行 所以我們修真如三昧 了知佛眾生平等無差別 或是佛與眾生皆一相無相 那這樣子就是跟佛菩薩相應 所以常為十方諸佛所誤念 這樣子德順緣 而勇猛的修辭 順緣就是隨順 並不是順便的順 是因為這樣的修行跟它相應 第一種是德 所謂十方諸佛菩薩所誤念 二者不會再因為外在的諸佛惡鬼現行所恐怖 而擔心害怕 因為諸佛菩薩常互念的關係 又可以不住一切相 這個就是真如上面的好處 三者除了諸佛惡鬼之外 由於得正之見 所謂正之見 就唯心無盡 那抑鬱清淨 就是我們剛開始修行的時候 就是要得菩提 得解脫 所以並不是為了世間的明文力而修這個承定 因此也不會受外在種種的外道所禍亂 那外道指的就是邪教 邪見是最容易欺騙禍亂眾生 那一般說有九十種外道鬼神 那因而一切的外道是以這個無所不仁的神來禍亂人 在柱角的七百七十八 先看完下一行好了 就是這樣以手 用這個無所不能的神 那他們是神的代言人 或是某某菩薩的代言人 就會來禍亂我們說如果沒有相信 來護死他 將來就會墮惡到墮地獄等等 這神的代言人也是很容易受到迷惑的 神的代言人 好在柱角的七百七十八 然後 別義詐安經也有提到 就是 九十五種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數字 那在瓜福二是瑜伽四地論的卷六到卷七 他裡面有說有十六種論 十六種主張 那這十六種主張 可以分成九十六種或九十五種 為什麼要說九十六種或九十五種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在瓜福四 就是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裡面所提到 佛教裡面有所謂的九十五種或九十六種 這種說法 那這樣的算法 一直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看第一種 就是佛在世有所謂的六師外道 那六師外道中有十五個 各有十五個弟子 所以總個有九十個人 再加本身的六師 六個老師 就是九十六種 這是 這個跟第二個一樣 深血衛士 這些就是六師外道 那另外一個是五大外道 五大外道 有十八個支派 這個加上根本的五派就是九十五 那 又有很多種異說 有的主張是九十六種都是外道 那 有的主張是九十六種中 有一種外道是跟佛教的教育相近 就是所謂秦阿教 所以去掉這個相近的就成九十五種 那第三種是什麼 九十六種中是加入一種 有一種外道加入佛教 這邊叫獨子部 這獨子部在據測論裡面 不可說我 這個也是算 蠻有特色的一個 一個佛派 到底 這獨子部也是可以討論的 好 第四種說法是說 九十六種中一種是 所謂的神文佛教 他雖然不是外道 不過是受到大聖所 所反駁 所辯斥 所以 加了這一種 那大概這都是 種種的說法 那這提供參考 好 接著看第四種 第四種 人遠離誹謗聖身法 眾罪業障 漸漸微薄 聖身法這邊指的就是真如 那是聖身最聖身 那修習真如三昧 於自己所修的聖身法 當然會相信 所以就會離這個陪伴 那種罪業障 在聖身中 是講的就是 所謂的 殺父 殺母 殺羅漢 出國升血 破和身 這五個最重 那大聖法當中 強調是棒正法 因為在棒正法 害人沒辦法修行 所以這個罪業很重 這在波羅經中也會常說 基本上大聖經都有這樣子的 像地上菩薩本宴經也有 那當然有 有聽過佛友說 好像就是 好像有些大聖經就是要強調相信 就要用很多種方式來解釋 大聖經的功德 讓人家相信 那聖文 聖文的 早期的像阿罕經 他就佛子說法 沒有強調 要相信或是不信會有什麼過失 當然這個就是不同時代的 不同時期的那種教法 那重點是 或許是不太一樣的 好 回到這邊 依這個聖聖的真如法修三昧 所以他不會 升起這個辦法的重罪業障 就算是過去所造的辦法罪 也可以因修這個真如三昧 漸漸的微薄 微薄它並不代表就是會消除 所以我們前面有提到這個善 惡它不相 功過不相抵 並不是你修很多善業 這些惡業就消失了 只是說我們修這些善業 一直增長我們的善根 那可以承受這個所謂善的果 過去所造的惡因惡業 就慢慢的或是比較減少 或是沒有因緣 讓它成為所謂 重苦 重罪 產生重苦受 所以它相對來說 它並不是說消除了 那這個在 早期佛教我們前面有看過 佛所謂的九受罪 三個月 被三個月沒有遇到這個盲煌 三個月吃麻脈 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誹謗 反正 因為刺腳 刺腳的時候被那個木材所刺傷 那另外的像 那個琉璃王去攻打釋迦祖 佛頭會痛 或者他晚年的時候 背部背痛這些實際上 都是跟過去有關係 那佛的聖地子神通第一的 在琉璃王要攻打釋迦祖 他不是用波去將釋迦祖 的人放在波裡面 把它帶出來 可是波裡面就變成化成熔雪 裡面的人還是死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功功不相抵 或是惡業 神通不敵 惡業沒辦法消除了 另外的在《真一寒經》 《真一寒經》有提到這個 他提到的是這個 木劍蓮 他也是到外道區去化 教化 外道的教化區去教化這些眾生 也是被人家打傷 打得支離破損 就是身體已經沒辦法支持了 好像沒辦法回復 他覺得很痛苦 他就用神通到佛前說 他已經痛到受不了 可不可以提早露滅 這在《真一寒經》有 那可能不同的經 他所傳說的不一樣 所以這些都在在說明 惡業是不見得解脫了 不見得你修善之後 惡業就可以消除 總是多修善 那所遇到的緣就是善緣 那自然這個惡業沒有這個緣 他沒有辦法成果 以這樣子來說 所以修真如三昧 過去所造的惡業 可以漸漸的微薄 好 第五個呢 滅一切的疑 還有諸二絕觀 那絕觀呢 玄奘是翻成巡世 這個我們前面也有提過了 是心中的分別 那邊分別實際上也是一種觀察 也是一種觀察 分別觀察 當然他並不是跟這個 智慧那個會 會是以檢責為性 是不太一樣的 這邊的分別是屬於 初的分別 也是屬於絕或玄契的分別 是屬於官或是 那絕觀他有可以說是有正的分別 跟不正的分別 那這邊所謂的惡絕觀呢 就是有不正 不應該的 尤其在修禪定的時候 有所謂的欲稱害 那除了這三個普通會發生的 還有所謂的九種惡絕觀 就是國土絕觀清理 不絕 不死絕這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柱角七七九 柱角七七九的瓜佛二 講的是巡視這兩個 導致在華語及第一冊的 變法法性論講經有提到 巡視是兩種心所 如果用世界的解釋 巡視找東找西 東找西找的尋求 那視是視察 那視也是在尋找 就如同這個貓 剛開始是找老鼠 所以牠就跑來跑去尋找 等發現這個老鼠 就在洞裡面 牠貓就等在老鼠洞口 那這就屬於巡視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 有其他的說明 就像巡 蜜蜂採蜂蜜 蜜蜂採蜂蜜的時候 那不是要先去找哪些 哪裡的花中有蜂蜜嗎 蜜蜂要找蜂蜜的時候 那是屬於比較粗的分別 那等到一直停留在某一朵花 這邊採蜜的時候 是屬於巡 就如同這邊所說的 那巡視這兩種新鎖 都有所謂的推求分別 粗的就是巡 細的就是 比較細的分別就是巡 所以一般說話 都是依著巡跟巡 如果沒有巡視 就不會有這個說話 當然說話不是講出來 是內在的這種 自己的對話 也算是 所以為什麼二蜜 就是 初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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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二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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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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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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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見得都是善的 所以它是不定心所 它是可以通惡 也可以通善 所以剛剛提到了像 親禮巡、國家巡 這個都是不善心 不善的分別 就是要修行的時候就想到家人 或講到親朋好友這些都是屬於不好的巡 接著看下來 另外的是懷疑 懷疑跟惡覺都是屬於障礙上面 所以修習真如上面就可以慢慢的去消除 這種所謂的懷疑 第六個 與如來境界信心的見得增長 那約體來說 這個真如體就是如來這樣的境界 用來來說 就是如來的智慧境界 那當然這個智慧的用又可以 依著我們說前面講的智境相 還有所謂的不識意的相 所以佛要畫教導眾生 所畫的眾生境界 還有它的身相國土這些眾生境界 就是要相信如來的境界 所以 修習真如上面信心自得慢慢就增長 就會確信自己也可以體驗到如佛一樣的境界 不管是恢復自信心心心 或者依著自信心心而生的自敬相 或是不識意的相 就是增長智慧 教化眾生 這些都是 七者遠離憂鬧 於生死中勇猛不缺 憂是意識中相應的不可一受的 我們前面有人提到 恢就是惡作 對自己所做的事情產生後悔 或是熱鬧 心生憂苦 這實際上就是 這邊的恢惡作實際上就是一種追回 對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情 不管是善的或是惡的 善的就是我們 可能不失了 沒有考量自己的人力 那之後呢 反而自己沒辦法 正常的生活 維持這個月的生計的時候 就開始後悔 這個實際上也是一種 那 對善的會產生後悔 對惡的也會產生後悔 可能我們這麼說 傷了別人這麼做也會影響他人 這個實際上 作惡也會產生後悔 所以這個悔實際上 也沒有說一定 當然就是屬於不善心 不過做善的也會後悔 會做惡的也會後悔 所以導致這邊提到 到了晚年想到 過去就造了種種惡業 就心生憂悔 所以憂是不可以受悔 就是後悔 那休息真如三昧呢 由於信心增強 那功德上根不斷的增長 所以能無憂無悔 那也確信自己有辦法在多生累結中努力修行 所以修行這個真如三昧呢 就是增強我們的信心 不會擔心害怕 因為這個時間要多長 過程要多辛苦 也確信自己呢 是一定可以成就這個佛道的 在柱角七百八十一跟七百八十二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那在七百八十一的瓜佛山 這邊所提到的就是這個詞 這範文字 叫做恨 叫做恨 對自己所做 所行 覺得不對 而生起這個反偉心 就是 屬於這個範文字 叫做恨 那恨作是有可能是善或惡 所以 只要有悔意呢 不管是做善或是做惡 有這樣的悔意 心就没办法安定 就成为修定的障碍 另外的在782 依佛法来说 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善一恶 当下就留下这个业力的讯息 可说是录下的录心态 老师用这个词 个人觉得非常的贴切 善恶是一定有报的 没办法避免 也没办法遮掩 虽然别人看不到 有时候我们做善或做恶 别人看不到 可是我们自己是清楚的 所以这边讲要录心态 就是记录在 好像是记录在我们的心里面 什么都可以骗 难道可以骗自己 所以佛弟子的止恶的诚意 不是怕别人知道 而是自己知道了就感到忧悔 不敢妇产 立刻要忏悔 这样子的犯随忏 时时保持清静 精静善行 心地慢慢就纯善起来 纯敬 这个实际上虽然短短的一个文 实际上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的体验 并不是有些提议 就是你有修行自然就觉得这段文是蛮深刻的 接着看449 第八个 修这样的三昧的内心慢慢的可以调和柔软舍离交慢 就算他人来扰乱我们 也不会因为他人这样的不好行为 或是侵犯我 没有到侵犯 而是不善的行为 又所感到苦恼 总的来说一切的不善的境界都可以处置太难不为所动 这个实际上就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修行要努力的 并不是在做的时候是修行 并不是在我们看书读境的时候是修行 实际上就落入于日常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的成分会受到外境的影响 我上次有说过 开车的时候如果明明已经很赶时间 连前面又在犹太师挡到我们前面 这时候我们会怪他 还是我们时常会时常的时候 就是要看我们的心念 到底我们是怪他人 还是要相符内心的不愉悦的这种感受 九者虽未得定 与一切始与一切境界处 可以减损烦恼 不畏贪着世间之乐 这个就是跟一般的禅定不太一样的地方 虽然还没有真的体验所谓的真如平等性 不过因为了知众生跟佛都一样 或者是我们跟众生都一样 所以我们想得乐众生也想得乐 因此要更努力地发行修学 好使者若得三昧 不会受到外在的一切声音所惊动 那这边导师说可以用两种解释 声音是修定的刺 有时候很刺耳 所以还扰乱修定的心 所以得定了外在的一切声音 就不会影响了 一般导师这边又接了讲 在经中有提到 这个个人是还没有去找这个经证 就四尊入定的时候 有五百辆车从他前面经过 以前的车不是现在这种 所谓的电动车没什么声音的 以前是有马车有轮子 可能还有一些人 所以应该是很吵杂的 可是四尊是没有听到 所以这边所讲的是 入定的时候一切的声音都不会干扰 那第二个是 一般人都会受到外在的声音 而改变自己的心境 所以称赞我们就欢喜 如果骂我们就愤怒 得了定 不管是在定中或出定 实际上这些事件的这种语言声音 都不会轻易地改变 我们内心的平静那种状态 所以前面有讲这个 所谓的四尖八封 利率毁欲这些都要忍受 那修之恩乳上面更是能忍受 乃至更不会受这些外在环境所影响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那总的来说就是讲到这个修止 我们已经讲到修止 不管从修习正如三昧的初修方便 久修成熟 建得升广 还是第二项的对治磨外祸乱 还有减除反外示定 最后是结占这个三昧的利益 修止的部分已经完全算是说完 那我们明天就从所谓修官 修官 它的修官主要的是 住子起官 那它虽然分为官义 官向官用官时这几个 不过重点还是会偏向于修止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是不是如此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的宇宙自身 也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